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哥很堅持他自己找得到他的facebook 可是他找不到 很堅持人 危險 謝謝 阿拉佩斯 我們現在來到的城市叫做Sauce 雖然它叫邊境城市 可是其實啊 距離真正的中巴邊境 還有大概一百多公里 兩個小時的路程 但是我們明天就會在 前面走路的地方 就可以到的地方 要先出境檢查 然後坐著巴士 就出境了 如果你要跨過邊境 你一定要在Sauce的時間辦好離境 不然如果你知道真正的邊境 他是沒有辦法幫你辦離境 你要再跑回來 我們這邊的招牌上面 幾乎全部都有中文 很多中文的字開也浮現 很多 這邊也蠻多 現在有點就是 什麼感覺 就是 真的要離開了 有點難過 感傷的感覺 對不對 有點捨不得啊 接下來要來買 從巴基斯坦的Sauce 到新疆的Tashkirkan的車票 所有的人 如果你要跨過 Kundra Pass 紅七八幅口岸的話 你必須要先在Sauce的 先過移民館 這邊 你要蓋巴基斯坦的離境章 接下來呢 你就必須要搭乘這個巴士 或是你可以選擇 你要自己包一台小車 或是吉普車 等等都有不同的價位 然後從這邊呢 大概兩個小時到 Kundra Pass 然後再接下來過中國的安檢 然後到 新疆的Tashkirkan Tashkirkan 車票的話 雖然他這邊都寫 一個人 小巴 3300Ruby 但是呢 我到三家去問 其中一家是我們之前搭過的 國營的Nacto 他是開價2500 另外一家四人 跟我說他的車子比較好一點 但是一樣是小巴的形式 只是他的 年份比較新一點 他說他2500 那我們最後是選擇 這一家 他看起來最大 他開價是2000塊 然後一樣是 HIGH ROOF的 迷你巴士 那 希望明天不要坐得太不舒服 我請他的時候給我們 前面的位置 雖然標價是3300 但是實際上呢 我連殺價都沒有殺價 他們的價格就是 跟我說2000或2500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 再注意一下 然後在SOSTA 已經可以開始看到 很多中文的標誌了 很多中文的路牌 真的要離開巴基斯坦了 我們今天是土豪 撒錢 狂賣 亂買 大採購 離開之前來的這些 超多零食 猜猜看 全民孤家王多少錢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個 一條巧克力餅乾 台幣6塊 1145 我們買了這麼多 台幣 200多塊 在巴基斯坦的最後一餐了 所以今天呢 我們還是 找以往的往例 每天的早餐 雖然 之前覺得吃得很膩 但是現在覺得有點捨不得 最後一次吃它 在巴基斯坦 一樣 巴基斯坦 麥克 然後還有 蛋 菜 今天點早餐 我們很少點奶茶 但是我怕我今天離開 怎麼會想奶茶 那是妳很少點奶 我有時候會點 對 可是我們早餐很少 對啊 我們現在車子啊 已經開了大概半個小時 來到了 Coon Drive的國家公園 現在啊 要穿越的就是全世界最高的邊境 而且這條公路呢 也是全世界最高 東北的公園 就是最高的 A 這位 它叫做 Kundra Pass 空氣拉扮 愛口 也是用其他口 口罕 標高大概有 4000多 對 所以 現在的風啊 我們已經感覺 滿冷 從Sauce到這邊 大概兩個小時的車程 現在 一直在往上 C自行往上 風景 越來越壯觀 越來越多雪山 很棒 旁邊的山啊 上面或是路 都會有一些 小的季穴 等一下 往下還有 跑路 現在趕快還 趕快了 據說 運氣好的話 甚至可以看到 Ibex 鄧米洋 或是他們的 Marco Polosh NASA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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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有看到很多的牦牛 我們在全世界最高的口岸 這個叫洪區拉浦口岸 加大有4000多公尺 你可以看我眼前的景色 全部都是雪山 然後旁邊還有很多的牦牛 全世界最高的邊境 據說這邊還有一個全世界最高的ATM在後 說嗨 Kale Good TK TK Hello 今天是到最後一天 我們還是被巴基斯坦人包圍 然後被在他們的護送之下 我們要離開了巴基斯坦 登登登 你要說登登登登登 要說 登登登登登登 你自己配樂啦 我剛剛一過了這個中部的眼鏡之後呢 司機就自動轉到右邊 它是它的車子啊 還是就是方向盤 駕駛座是在右邊的 所以它是在右邊的 左架 它是右架的右邊的道路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你們大概怎麼可以 超酷的 各位隊友們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訂閱珠珠隊友的頻道 並且開啟響鈴鐺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精彩旅程 一定要幫我們按讚喔 這隊友們來說非常重要 要分享給你所有喜歡旅行探險的朋友 不喜歡旅行的朋友 也要分享給他們 讓他們愛上旅行 跟我們一起出發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地方見 掰掰